1990年 著名女星林青霞来到河南农村 拉着一陌生女子的手喜极而泣 两人紧紧相拥 这一出感情大戏是林青霞的哪部片子里的 并不是 这是林青霞与自己失散40年的亲姐妹相认的现场 一母同胞的两姐妹 妹妹林青霞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 名利双收 而姐姐林丽却屈居于农村 生活拮据 家徒四壁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如今两姐妹这样天差万别的生活状况呢 这还得从他们的父辈说起 林丽的父亲名叫林伟良 年轻的时候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随行军医 她的母亲也是随行的一名军队护士 他们两因工作之变产生了感情 也因为爱情很快得成了亲 林丽就是在夫妇二人婚后迎来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国民党大势已去 新中国也成立在望 国民党军队决定全部撤往台湾 而作为军医的林伟良夫妇不敢违抗命令 做好随时离开大陆的打算 那时林丽的才三个月 出生于乱世之中 前途未卜 他们又怎么舍得这么小的婴孩跟随着自己长途跋涉 颠沛流离呢 初期 夫妻二人终视骨肉情深 实难割舍这份亲情 之后他们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不得不做出了决定将林丽送到山东老家 暂时由父母看护 等到两岸局势稳定后 再把女儿接回到身边抚养 可不料 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未曾缓解 岁月光阴仍然 林丽就这么与父母分隔两地四十年 林伟良夫妇来到台湾以后 便离开了国民党军队 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为了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下去 他们共同经营了一家服装厂 可是 两个在医院当差的人 又如何在没有经商头脑的情况下 把工厂开设起来呢 为此他们只能作罢 后来他们又尝试了酒店与饭店的工作 在他们摸着石头过河 摸爬滚打多年 终于是赚得盆满钵满 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他们一刻也从未忘记 大陆那边自己苦命的孩子 他们想要把林丽接过来的想法非常坚定 但是那时海峡两岸还未正式往来交通 所以这个幻想就一次又一次扑空了 林伟良夫妇这边打听林丽的消息 同时在台湾生下的大儿子林承森 没过几年 夫妻二人又生下了林青霞和林丽霞两个女儿 兄妹三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也非常要好 一家人在一起 其乐融融 但是 在他们生活幸福美满的时候 那远在大陆的包姐 却在受着苦不堪言的催着 林丽从小在农村长大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物资匮乏 一家人都过着吃不饱穿 不暖的生活 但林丽特别的乖巧懂事 从不抱怨生活的不如意 在这种环境下 她形成了一种非常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她会主动给爷爷奶奶分担家务 可是爷爷奶奶年纪也大了 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对于很多事情 他们都显得力不从心 他们再也没办法照顾年幼的林丽了 于是 他们想到了林丽的叔叔林维云 想让他帮忙照顾林丽 林丽的叔叔和婶婶 也不是什么富贵人家 但他们淳朴善良 他们也不忍心 看着自己的侄女流浪在外 他们二话不说 就把林丽接了回去抚养 还告诉林丽 他们就是她的亲生父母 两位老人终于如愿以偿 不久之后便撒手人寰了 不过叔叔婶婶们 对林丽视如己出 不忍心看着她跟他们受苦 总是想着把他们觉得 好的都给林丽 直到到了六十年代 那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农民生活基本都是靠天收 那段时间 很多农民辛苦劳作一年 却颗粒无收 他们吃树根啃树皮挖野菜 日子过得苦不堪眼 饿瓢遍野 野菜树皮树根也供不应求 无奈之下林丽只得和叔叔婶婶 一起去讨饭 他们缺失尊严 哀家哀户地讨过去 只为得到一口饭吃 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长久之计 天无绝人之路 叔叔婶婶们看到很多村民 背井离乡 前往外地物工 叔叔一家也决定 带林丽离开在山东的老家 前往黑龙江谋生 自此 林丽便与自己亲生父母一家 彻底断了联系 林丽未来的生活 又将何去何从呢 林丽亲生父母那边 又将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 林丽良身边的几个孩子 也已经长大成人 尤其是他们的二女儿林青霞 出落得亭亭玉丽 娇艳美丽 1972年 18岁的林青霞 正与朋友逛街 他气质出众 人群中一眼 就能被人看见 他令所有见到他的人 都要惊艳一下 突然 几个台湾的星探 出现在他面前 他们向林青霞递出了名片 并说明了来意 林青霞天生丽质的外貌 让他们真心诚意地想要 邀请他加入演艺圈 林青霞又好奇又疑惑 他从小就有一个表演梦 梦想着未来 能够成为一名演员 正巧这个机会来临了 林青霞可不愿意轻易放弃 回到家中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后 却遭到家人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 娱乐圈的人际关系 出了名的复杂 林伟良害怕自己 女儿上当受骗 所以说什么 也不肯同意这件事 但是经过林青霞的 不断劝说和坚持 他们最终还是放手 让女儿去做了喜欢的事 林青霞进入演艺圈的第二年 他主演的电影《窗外》上映了 收获了无数好评 镜头前的林青霞端庄大气 一批一笑都深入人心 他的美貌和气质 让他成为了上世纪70年代 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紧接着 林青霞又因在战争电影 《八百壮士》里 英姿萨爽的精湛演技 让20岁的他在娱乐圈 站稳了脚跟 并且他因这部影片 还获得了亚太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奖 此后 源源不断的资源向他而来 林青霞自然是不放过这些机会 他努力参演不同的角色 来磨练自己的演技 努力上进 演技精湛的他名气也随之大增 就这样他便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他的大明气 让他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反观他的姐姐 屈居于异于 多年来无人问津 毕业之后 林丽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到了试婚的年龄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林丽生命中的那个男人出现了 这个叫钱申勇的男人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有着高学历的他身上 透着一股子艺术气息 他身上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了林丽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坠入了爱河 并决定同甘共苦地 度过未来的日子 在不久之后 钱申勇被分配到了农村工作 林丽也义无反顾地 准备和钱申勇一起前往 但是林丽这个决定 却遭到叔叔婶婶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自己 视如己出的侄女 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 他们怎么又忍心 让他跟着别人去农村受苦呢 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但是一向乖巧听话的林丽 这一次却不愿意退让 为了爱情 他忍受了叔叔婶婶们的反对与怒骂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与爱人前往农村生活 不久 他们便在农村安顿了下来 之后 他们俩便在茅草屋里 举办了一场 没有任何人前来 没有他人祝福的 独属于两个人的婚礼 前身永向林丽承诺 自己将一辈子陪伴她的身边 林丽被感动得替死横流 她从不曾嫌弃丈夫的贫穷 思想上的专一和富有 可以战胜一切 婚后 前身永被安排到工厂上班 林丽选择夫唱夫随 跟着在丈夫的工厂里当幼师 他们的生活平淡如水 但是却过得非常幸福 之后 林丽也为前身永生下来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惹得周围人羡慕不已 不过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正当林丽一家 沉浸在幸福当中时 叔叔林维云却寄来了一封信 看完信的林丽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养育了自己 这么多年的父母 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是自己的叔叔婶婶 那自己的亲生父母 又去了哪里 父母又为何丢下自己不管 一股脑的疑问 冲上她的大脑 这些疑问 让她胸中悲愤不已 林丽是否能 与亲生父母相认 是否能解开胸中的疑惑呢 正当她还未缓过神的时候 她的叔叔婶婶 已经不远万里 亲自来到了许昌的农村 二老 这次前来就是为了 亲自告诉林丽事情的 前因后果 原来身在一乡的父母 一刻也未曾放弃 打听女儿的下落 但是在那通讯不发达 大陆和台湾 禁止通信的时代 想要跳过政策 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女儿 谈何容易 不过好在 他们也是等来了 两岸关系稳定的时代 1980年 大陆和台湾 终于可以正常通信了 因为良心抓住一切机会 拖了很多关系 终于打听到了林丽的下落 林丽听完这段话 陷入了两难境地 想想自己这么多年 受得苦受得累 她不知道该不该责备 父母将自己扔下 但又想到当年那样的大环境 善良的她 又自责 没有选择原谅父母的良苦用心 就在这样的反复纠结之中 作为丈夫的前身勇 看出了妻子的顾虑 非常有耐心地开始劝说她 她表示 远在一乡的父母 也一定受了很多委屈 也一定同样得不容易 其实 林丽如今已经成为了 三个孩子的妈妈 多多少少 也能对父母的决定 做出一些共情 所以她也并没有责备 父母决定的意思 终于到了1984年 台湾民众被允许回大陆探亲 林维良夫妇得知了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便收拾行囊 准备出发回乡 他们想要看看 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大女儿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一路上 夫妇二人都忐忑不安 他们想过太多的结果 他们不知道要和女儿说些什么 也不知道 女儿会不会对他们心生怨恨 他们一路的担心 其实都是多余的 他们下了飞机 一眼就认出了来接机的林丽 在他们 见到女儿的那一刻 所有的思念和欢喜涌上心头 他们来不及寒暄 喜极而泣的他们 紧紧相拥在一起 续缘关系 即使是过了这么久 也是永远断不掉改变不了的 这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拥抱 终于降临 他们也不顾别人异样的眼神 一切都在不言中 林丽接上父母 来到农村的家中做客 但是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女儿 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 两位老人的眼眶湿润了 他们无法想象 林丽过得多么艰难困苦 他们对林丽的愧疚感非常深重 要是当初把女儿一起带走 是不是之后 她便过的不是这样受苦的生活呢 她不知道该如何弥补林丽 他们想着过去已经无法改变 那么就让女儿未来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吧 他们给林丽添置了一些家电 并拿出了一笔钱塞到林丽手中 但是林丽却坚持拒绝了父母的好意 并告诉父母自己一切都好 她并不想因为自己有了有钱的家人 就打破自己原本的生活方式 后来 父亲给林丽塞了一部高档相机 让林丽一定要收下 并说道 这是你的妹妹青霞送给你的见面里 从小也没一起长大 但是姐妹两人也是心连心的 父亲说 不久之后林丽就能见到她 林丽接受了妹妹的见面里 但是她却也不敢相信自己 有一个大明星妹妹 在他们还没有见面的日子里 林丽霞给姐姐寄来了 自己的照片和信件 每当林丽看到这些照片 都会感叹自己的妹妹 真漂亮啊 他们之间的思念 一直持续到了1990年 林丽霞在拍摄滚滚红尘时 终于和姐姐见面了 在拍摄现场 第一次见面的姐妹二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姐姐 你受苦了 林丽霞哽咽着 抚摸姐姐头上的白发 而林丽则念叨着那句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的话 我的妹妹时多么漂亮呀 两姐妹无数次通信 虽然她们相处时间很短 但早已经情深似海了 在剧组休息的时候 林丽霞会带着姐姐四处游玩 带她尝遍各种美食 为了弥补姐姐这么多年来的辛苦 林丽霞主动提出 要给姐姐一笔钱 并给她翻修新的大房子 但这些也同样遭到了林丽的拒绝 她依旧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 但是却有自己热爱的事业 有爱着她的一群家人 她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林丽像之前一样 过着拮据的生活 她并没有因为和亲生父母相认 从而忘了叔叔婶婶的养育之恩 叔叔婶婶晚年的生活起居 由林丽一家来照料 林丽尽心尽力赡养父母 也从未向自己妹妹要过一分钱 他们之间的爱是最纯粹的 最真诚的 真诚自有万君之力 当年 因为国共两党间的恩怨 从而家人分离的悲剧 上演了一出又一出 余光中的乡愁 道尽了别离之苦 此刻 维愿早日实现台湾回归 祖国统一